我跟老公站得比较近 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为人民做鸟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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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 那我希望 经济问题 我们到底买不买得了方 日清太低 然后薪薪也太低 坚持的捍衛住 我们中央民国的主权 规划我们下一代的交易 我们的功课真的都很少 在社会福利上面多加强 特别是长照 台湾跟中日韩 都可以形成 共同以东亚 为核心的世界供应链 我会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 自由经济贸易区 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程度 我们是有机会参加 CVTPP的第二轮的谈判 要用和平对等 有尊严的协商方式 解决两岸的争议 我就是支持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台湾绝对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岁 推动国民义务教育向下延伸三年 小班 中班 大班 生育补助费 0到6岁666 育婴养育费 这个钱我们都直接交到父母手上 未来的话呢 它要增加到每人每月五千块钱 来降低年轻服务的负担 推动两岸要恢复贸易交流 特别是对那些观光旅游业和演艺人员 祝来的大使馆 你要负责把当地国家的观光客 尽量带来台湾 我把观光的客源 或客源来自欧美智涵 性子男校 设立青年及营法社会住宅 我们认为政府必须把对居住正义的理解 转化为国家的政策 开办长照保险 换句话说 个人 企业跟政府三方一起来出钱 加强居家式的长照服务 同时会在每一个行政区建置一个平价的住宅机构的长照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